接着来关心到了是地方建设 北区中华路跟太平北街附近的马路 近年来每逢大雨 这路面就总有局部掏空下线的情况 而担心交通安全 当地里长也向市府相关单位来反应 而建设局则表示 除了紧急修复回田坑洞 这后续的道路检修将会跨局处来处理 并且查明下线原因 民众骑机车经过下线路面 看起来十分危险 北区中华路段靠近太平北街附近的马路 近几年只要一下雨 路面就容易出现局部掏空下线的情形 虽然都有立刻通报处理 不过这也让机车骑士非常担心 这边的路面就是高低差真的是蛮大的 然后是我们这种机车组 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形之中的生命的一种威胁 所以希望市府相关单位 能够尽速的派一些人员来进行所谓的勘查 以及整修道路 我在里长镇内差不多他们 差不多13岁就都会报 你看一路走 差不多600公囚 最后差不多5050几次 一条马路上就有将近10处的下线回田坑洞 当地里长怀疑是一旁的污水管线让路面掏空 因此向相关单位反映希望能尽快查明原因 并且修复道路维护交通安全 建设局有一个良好的反应 它是说这一段要来诊断开花 好好把原因找出来 我非常赞成政府应该要用这种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过去的政府没同时 找一个洞出来就去填补一个洞 那不是根本的做法 根本的做法是要把整个问题找出来 建设局表示将协调各单位同步进行道路检修 以避免道路多次施工重复挖掘 后续也会持续派员巡查维护道路的品质 记者张伟霖台中采访报导